哈喽大家好,我是熊猫 200元买了这一台完全报废的索尼NEX5N套机 那我买它要做什么呢 老粉丝肯定想到了 我是要拆它的SIMUS来做钥匙扣 但一个APS-C的SIMUS钥匙扣值不了这么多钱 所以我为什么要花200元来买这台机器呢 那我是想要拆它的镜头后卡口 来给一个缺少卡口的镜头装上 然后再拆它的前镜头部分 来给另一个镜头筒碎掉了的镜头换上 最后呢,这个机身的卡口部分 也可以做成一个钥匙扣 这样算下来的话 这个200元的价格还是不亏的 那至于我想要的这些部件还是否完整呢 我们就来拆拆看吧 好的,我们先从镜头上开始拆 依旧是拆掉后卡口的螺丝 将这个卡口取下来 可以看到里面有粘过的痕迹 说明这个镜头 应该是摔断了之类的吧 反正这个后镜头是没法用了 不过还好我需要的是前镜头 然后呢,我需要的这个卡口部分呢 我一开始以为它是能用的 但是后来我真装上去 却发现没反应 之后我仔细的观察了一下 才发现它那个排线已经断掉了 也就是说这个镜头卡口是没法用了 那我需要的这一部分镜头筒 看上去还不错 至于这个镜头的外壳呢 因为看起来还比较新 所以我把那个不能用的卡口又给它装回去了 然后加了点热溶胶加固 把它当成了一个摘多肉的小花盆 或者是笔筒之类的 也算是变费为宝了 那镜头部分比较简单就拆到这里 我们接着拆机身部分 这个卡口部分直接拆掉上面的四颗固定螺丝就能取下来 然后接着拆掉机身底部还有四周的固定螺丝 注意呢在它的充电口 然后闪光灯下 还有这个电池仓内都有螺丝 在这些都拆掉之后呢 就可以取下这个机顶了 当然正确的拆法就是先拆掉机顶 不过我当时拆的时候没有经验 所以就胡乱的拆掉了 那在卸掉屏幕上的固定螺丝之后呢 就可以将这个屏幕与它的框架分离 然后继续拆掉螺丝取下机顶 接着我们就可以拆掉屏幕框架的固定螺丝 将这个框架取下 然后呢下面就是主板部分了 断开排线 其实这里怎么拆都无所谓了 反正是坏的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SIMOS的本体了 这里的固定也比较简单 就有几颗螺丝而已 然后我们将它拆下来 顺便把快门部分也拆下来了 好的机身拆完了 那我们现在接着拆那颗需要被修复的镜头 然后将这个镜头桶部分换上 依然是从后卡扣的螺丝上开始 然后取下主板上的排线 取下主板 接着拆掉 接着拆掉镜头外壳与镜头桶之间的固定螺丝 将这个镜头取下 可以看到这个长长的裂痕了吧 这就是我要更换它的原因 虽然说这个裂痕并不影响使用 但是它在变焦的时候会有些紧 那正好这次有配件 索性就将它换掉了 然后呢 这个对焦镜组上有一点点的霉丝 既然拆到这里了 也顺路的清理一下 虽然说这里不影响成像 但清理一下也不费事 好的 清理完成 我们现在将它装回 有好多小伙伴在后台跟我讲 说看了我的视频之后拆了镜头 但是装不回去了 这个我很早之前呢 就有提醒过大家 如果你不确定自己能不能装回去 而且又非常想要拆这颗镜头的话 那我建议呢 你在拆的时候可以像我这样 把这个拆解过程给录制下来 那样即使万一翻车了 无法装回的时候呢 也可以通过回放视频来还原之前的步骤 将它装回 这样拆的话会保险一些 即使不能修好 也不至于把它拆废了 好的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记得关注我 然后去参加抽奖活动哦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欢迎为我点赞 投币 收藏 评论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是熊猫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